安坑国小13号在公伦活动中心举行国小部补校与幼儿园联合毕业典礼 补校毕业生陈李双妹高龄85岁 三年来风雨无阻到校学习勤奋向学 精神令人敬佩成为全场焦点 又到了毕业季 安坑国小13号上午在公伦活动中心举行国小部第74届 补校第23届幼儿园第63届联合毕业典礼 包括新北市议员陈宇军金忠玉 还有多位在地理长都到场祝贺毕业生 而这场毕业典礼上补校毕业生受到全场关注 因为原本补校有将近20位学生 最后只有陈李双妹共四位同学拿到毕业证书 其中毕业生陈李双妹高龄85岁成为全场焦点 三年以来感谢老师对八十有五的我 我照顾有家体量 我被不动课本把书放在学校下课时提醒 我赶公车时要注意安全 让我阿婆我很放心 另外国小部今年总共有304位毕业生 学校也颁发各类优秀奖项给获奖同学 学弟妹更带来了无限祝福 希望学长姐可以顺利迈向另一个学习阶段 在欢乐的宴席也有结束的时刻 在好看的电影也有散场的时候 亲爱的学长姐们啊 等你们踏出安坑国小校门 在外面遇到开心荣耀的事情 希望你们回来和我们分享 而毕业生回想起六年前踏入安坑国小到现在 在师长认真教导呵护下 成长茁壮蜕变成懂事的青少年 除了心怀感恩 也对母校满怀不舍 如今我们已经成为风度翩翩 知书达理的学生 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 我们学到知识 修养品格 锻炼体魄 在同学的陪伴下 我们尝尽了酸甜苦辣 一起度过喜怒哀乐 这六年来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茁壮 在师长与协弟妹 还有各界贵宾的嘱咐声中 相信安坑国小所有毕业生 将带着满满温馨快乐的回忆 迎向崭新的未来 记者视频这门期 新店采访报道